继续带来关心含有瘦肉筋的美国牛肉到底台湾该不该解禁呢 台湾老人马英九三天之内召开了两次安全会议 马英九期许行政院官员能够兼顾人民的健康与台美经贸 积极的跟立法院来沟通 也因为担心美牛风暴延烧 马英九四月份的非洲行迟迟没有公布 花生一家庭我们的雷波里面 敲啊敲磨啊磨 马英九参与客家活动雷茶雷的好认真 脸上堆满了笑容 不过在活动之前 马英九已经先开过三天内第二次的安全会议 针对的正式收入金 听到敏感字眼 马英九微笑带过 有没有达成决议 只交给发言人说明 也只是行政院必须要尽快的提出 兼仇病故的这个方案 并且积极跟立法院来沟通 把球丢给行政院 还有立法院 马英九重申希望兼顾人民健康 还有台美贸易关系 但始终没有给个明确答案 民进党只好自立自强 打算修法阻挡收入金 所以一定会把它排进最优先的这个审查的议程里面 那当然在就是选到这个法案的之前呢 我们会在立法院先开专案报告 就是请这个单位的这个部会的这些首长 白子飞制提出报告书 而且要来我们接受直询 眼看在野党动作频频 美国牛争议剪不断里还乱 马英九原定四月的非洲行也迟迟不敢公布 但先前部队都已经在三号出发探路 马英九出访非洲 看来已成定局 阿华是曾经好出笑容台北报导